难怪郭湘不像郭靖 你看黄荣干了什么荒唐事 嗨得郭湘愤然出走 为何说郭湘不像郭靖 原来郭靖年少之时极其愚笨 普普通通的一个招式都要苦练多时方能领会 好在郭靖情能捕捉 在历经数十年的勤学苦练 忠诚当是一流高手 反观郭湘就完全不一样了 他天资聪颖 任何在奸涩难懂的招式都是一学就会 如此武学奇才 就连蒙古国士金轮法王见了也惊奇无比 法王后来软硬兼施 为的就是要让郭湘拜自己为师 好让那门西域绝学 无上于家密城后继有人 在郭湘十九岁的时候 他更是惊为天人 那时郭湘为了追寻杨过走上邵氏山 却和无色禅师大打出手 无色禅师身为少林罗汉堂首作 可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武学大宗师 然而郭湘年纪轻轻 竟出窥无招胜有招的门禁 竟将打狗棒法的一招夹杂在全真剑法里 这一招四棒飞棒四剑飞剑 硬生生地将无色禅师的袍袖 划了一道大口子 后来郭湘凭借九阳真经的 十支五六开宗立派 成了峨眉派的开山鼻祖 郭湘是憨厚笨鸟先飞 郭湘则是聪明伶俐 自成一脉 二人显然有着天壤之别 郭湘和郭湘还有一个很大的差距 即二人的气质截然相反 郭湘是忠厚老实 郭湘则是活泼跳脱 义正一邪 有趣的是 在风陵渡的时候 郭湘为了见一见传说中的神雕大侠 竟不管姐姐郭福如何呼喊 人头也不回地跟着西山一哭鬼 扬长而去 郭湘这一去就是三天三夜 嗨得郭福四处寻找 可郭福做梦也没有想到 本短的三天时间 郭湘就和神雕大侠杨过节为了好朋友 杨过自己也承认 郭湘这小妹子做事风格不拘于礼教大房 和自己极其相似 书中是这么写的 郭湘对周国通道 她有数十位后妃 你连一位夫人也没有 她顾全朋友之意 该将刘贵妃送给了你才是啊 杨过向她点了点头 心想 这小姑娘不拘于世俗礼法之见 出言深惑我心 待到后来 杨过为了小龙女纵身跳下了绝情谷 而郭湘则为了杨过也跟着纵身跳牙 这二人虽然相差了二十岁 但形势作风 性格脾气还真的蛮像的 看到这里 想必一些读者也觉得奇怪了 为何郭湘不像郭靖 反而像极了杨过 其实 你若看懂黄荣干了什么荒唐之事 就会恍然大悟 不得不承认 黄荣是双雕里最聪明之人 但黄荣的智慧往往在于化险为夷 却在叫眼儿女这件事上捉襟见肘 好比郭福 她是黄荣的大女儿 可郭福自出生以来 黄荣却对她事事纵容 最终让郭福养成了骄横跋扈 趾高气昂的坏毛病 以至于杨过的断臂 小龙女中毒都和郭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眼见大女儿不仅鲁莽 还是一个草包 黄荣就将希望全部寄托在二女儿郭湘身上 为了不重蹈覆辙 黄荣一改风格 竟对郭湘严厉至极 殊不知 郭湘吃软不吃硬 黄荣的这种教育方式只会适得其反 结果越管越荒唐 直接让郭湘成了一个叛逆少女 如此一来 就能解释 郭湘跟着郭福去了丰灵度之后 为何表现得好像一只脱缰的野马 只因郭湘被黄荣束缚得太紧 一有机会就要驰骋放肆 因此 郭湘为了见神钓大侠 可以不理会郭福的劝阻 也可以足足消失三天三夜 和一个刚认识的陌生男子越走越近 黄荣如此荒唐的管教方式 也渐渐让郭湘愤然出走 原来在一天屠龙祭里 金庸写道 襄阳城破之日 郭大侠夫妇与郭公破鲁同时殉难 屠龙刀不知下落 郭祖师当时身在西川 待赶去想要相救父母亲人 却已为时不及 郭湘为何不陪着父母 一起镇守襄阳城 他为何宁愿追寻一位有妇之妇 答案很简单 郭湘自小生活在一个 极其压抑的家庭环境里 加之黄荣对郭福宠爱有加 如此反差 郭湘当然看不下去 这才以由山碗水为由 告别了郭敬黄荣 踏上了终身未嫁 落发为泥的不归之路